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开始问我的第一条问题 你的仓这么多只股票 你为何要买这只股票 有A和B 谁猜我当时选A还是B 那当然选A 我当时是真的选A 这里有千多人 我觉得 大家都可以一起回答 99.9%都是选A的 没错 大家如果选A 就是会有一个问题 经过三年都有成长 选A会有什么问题 你跟推介 你跌的时候 你会很慌 因为你不知为何要买这只股票 接下来会出现很多问题 你会用消息 exatamente 要不要灌 为什么是这样 然后呢 偎sr便会睡觉 即 also会hood 通常会虑布警告 就是这样 talkstation 大家会中的凸电 都考虑 所以大家都答A时 就是时候要检查自己 因为每次股票跌的时候 要如偎sr那样 是要答B 自己分析过 消化过 然后呢 那我们可以再回答 加上信心 是 大家都是這樣 說真的 如果你看這個節目 又或者看財經節目 你當然想知道那個人 例如我這些 會說甚麼呢 會說甚麼號碼呢 又或者可能你跟我IG 我見到很多人都是 就是你看完IG之後 你就會問我一些 在我在帖子上其實已經說了的東西 即是反映了甚麼呢 就是你只是看了號碼 然後你就開始問話了 其實這個是一個 即是不用說都知道是一個錯誤的示範 是 你只是望完 其實你的重點 我想說就是 你不做功課 又或者你純粹當看了我這個IG 又或者是我這個節目 然後你當自己已經做了功課 但其實你也有一件事你要明白 就是你要明白究竟我在說甚麼 而不是你只是看了號碼 聽了號碼 即是例如我只看了一個Jetflix 那就是TITLE 那就是TITLE 還有一個TITLE 然後如果TITLE打錯了 你是會跟著買錯的 我其實也是試過 是的 我真的試過做過一個策研 就是我在帖子那裏 我寫了 然後我去到最後 我是說我是不會買這隻股票 也不是推介這隻股票 但是… 有幾個人買了 有點像這個信號那些 前幾天 前那一陣子不是說 那些人是沒有轉信號的 然後買了旁邊的信號 不知道信號是甚麼 就是買錯了 是的 就是這樣 其實你是測試到的 有些人就會怎樣呢 甚至乎我開始 我開始炒股票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習慣的 就是先買了少許先 先看了圖 然後買少許 然後回家 晚上再研究它 的基本因素 是的 先買少許 即是有技術 買了先 因為可能隨時錯過了位 沒錯 其實我現在也是 一開始聽了推介線 我都會買這隻股票 然後再自己去看 究竟這隻股票 究竟它是走得快 走得慢 還是符不符合自己的倉位 還是我想短炒 還是我想長渣 要知道自己想做甚麼 想買甚麼 然後再合不合我的性格 我就再買 真身進步 真的 Cat姐真是真身進步 厲害 其實你聽得出 你說的東西就反映了 其實你已經是掌握了那件事 即是整個找股票 又或者是你怎樣去炒股票 整個思考過程 其實已經就在裡面 嗯 先買了先 沒有問題 但你買少許 是的 即是好像等於甚麼 那天Cathy Wood說 整個Space ETF 是 我開市我不管 我就先買了兩隻 但我先下口釘 然後回去再看 可能會選錯 是 如果你下錯 即是如果你下錯 你把釘出來 怎樣都容易 嗯 然後如果是對的 你發現真的OK 那我研究過 MAXR是OK的 然後我就再加 慢慢再加 是的 那我明天可能 我明天就會再加 是的 即你是用這個方法 去逼自己去做 做功課 晚上去做功課 即是等於晚上 可能開市前 我都會做 九個字功課 這樣 然後才開始 看看倉 有沒有東西要收拾 即是你要 開市前 如果你要短炒的話 你要定立一個計劃 是的 是的 即是計劃你的交易 OK 然後開市之後 你就計劃你的計劃 哦 就是這樣了 哇 金句 大家抹下 你可以每一天都 逼自己做一個 小小的功課 是的 花15分鐘或半個小時 看一看自己的工課 計劃你的交易 和計劃你的計劃 沒錯 好 是的 跟推介 都要跟大家說 跟推介 你都要聽清楚 跟誰的推介 是的 Tasty的推介 我很佩服 因為我們三位 KOL 心恩雷神 和Alexa 都真的很認真 幫大家做功課 所以我都會跟推介 然後自己去分析 所以我是C 我是Bove 好的 是的 記住看面神 對 面神 面神企對家商 企對家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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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二題 紫舌位是多少 因為很多時候 看到觀眾 都不知道走不走好 或者是死錯 我呢 我自己以前是答A 一成至一成半 就真的很侷雷脆 因為經常都覺得 是要嚴守紫舌 但是認識多了之後 艾Sir是否會選A還是B 我現在可以選B 嗯 我都慢慢轉向B 其實嚴守知事是 但是我覺得你要看 基本面和圖 例如我今天都可以 跟大家分享一個例子 我們小炒倉的例子 哈哈 你是不是真的要開我倉 不是 開了這個先 9600 9600 我們呢 我覺得是錯不示範 看看問艾Sir 值持機會 大家有追蹤我們的小編 小炒倉就會知道 我們小編都很想學習 其實9600 我們4個多就買了 中間都加了4個多 有些重駐就開持鏡 落到去今天 是3.1毫多 我們是要剪的 當然剪的原因 我們小編 我也不太知道 為何要剪的 應該是覺得跌得太多 覺得自己做錯事 剪完無奈 所以今天 臨尾的時候 上來3.69 其實我們這個置設 是否做得非常錯誤 其實你第一次 就是你在 招股價下面去混 已經是錯了 因為一川招股價 正常而言就是斬的 如果你是IPO價 買了的 一川就斬 如果你在下面 你買過第一口 然後你見到他上來 你就想著 好像快到了 招股價了 再加多住 通常那些 不過 因為上去就派給你 然後再下去 再殺多一圈 明白 今天你說3元 這樣叫做 好像打上來 3元 然後打上來 3.6毫多 似有少少見底 似有少少見底 而且成交是夠的 怎樣看到他 有見底 是否因為有支針 沒錯 另外一方面 你可以看一下 五分鐘圖 五分鐘 五分鐘 是的 下來其實不是很大成交 你看到今天最大的成交 是打上去那一刻 是 關掉了 然後還要破壞行區 五分鐘圖 展示給你看 是的 這個就是結合體圖 但是有些規定也要遵守 就是你穿了 即IPO價那些就不搞 除非它已經升上去 是的 得期已經是一個幾例外的例子 是的 也是我第一次就推16個多 是 因為它IPO價是18元 我也是推給大家是短炒 嗯 上去18元 然後它再下來 它再試一次 再穿18元 那一刻我才再推給大家 是的 即是你見到其實推東西 其實全部都是有過程 還有是有經驗的元素在裏面 是 就不是說亂這樣 看到有些人說 推東西很容易 看它大陽觸相 就推 其實不是 是的 要看很多東西 看很多東西 你基本分析做什麼 業務的trend是否想 然後要看成交配合 再要看看看盤 跟著 還要看所有圖表的配合 等等的東西 你才可以 是的 你才可以判斷究竟 這東西是否值得推介 因為 艾Sir他們推出來 是要為大家負責 很多時候 沒錯 是的 我們的賣點是什麼 我們的賣點不是號碼 我們的賣點從來都是售後服務 是的 是的 雖然現在的手服務已經是差了 因為實際太多 即是真的答不完 除非我有錢 只要坐樓 是的 否則是答不完 現在的問題 就是過去這一個月開始是答不完 是的 是的 因為實際太多新手進來 是的 還有 Ad的人 即是IG 不然之間會多了幾百人 噢 大家又聽話 追蹤人上IG 是的 不然間多了幾百人 每人整條問題都搞不定 是的 沒錯 我們再問一條追蹤 譬如九龍雷榮 我們指示了 他今天好像說類似見底的一個形態 是不是應該明天就馬上賣回 明天就馬上賣回 明天就馬上賣回 還有我們指示 是不是不應該一開始 就指示要看他收市 是的 因為我正常叫人指示 是穿了位 穿了位 你看看他是不是3.50分 3.50分穿位才會走 否則他會假穿 沒錯 尤其是如果是朝早穿 是很大機會都是假的 又能學到一件事 是的 因為朝早穿是真科 美市拉上去的那些才尊重 是的 而很明顯他就做了兩件事給你看 那我明天是不是要買回來 唉 艾Sir 嘆氣 我嘆氣 三年前嘆氣 三年後都繼續嘆氣 這個位置 給你一個位置 給你一個位置 這個位置 3.50分左右 他真的可以震回我來3.50分 是的 不過真的有一句 千萬不要買得多於上一次 有很多人就是 買股票就是這樣 今次輸了下次再雙倍 想報仇 打算報仇 是的 通常都糟糕 是的 就是你少著打順手風 其實我是很相信一件事是手風 是的 雖然你會覺得好像有沒有幫我根據 是的 有些虛無飄渺 是的 但是的確是的 如果你手風順那一刻 其實代表你和市場接軌 明白 你的思考和市場是接軌 即股感和市場上其他投資者是一致 就更加容易賺錢 是的 那你就順風順水 如果你賺錯的東西 你不停地重複 那你就 然後你還要雙倍 你的本金 然後再全入 其實你就很快會賺錢 就好像豬仔那樣 經常在那裡硬淡 硬淡嗎 對 他之前經常都硬淡 又淡16 又不知怎樣沽 那豬仔還有沒有淡嗎 現在 有豬仔回答一下 是的 是的 因為累累了他幾次 是的 其實淡呢 我覺得 就是有些人是 天生是好友 有些人天生是好友 是的 這個是跟你小時候的一個教育方式是很有關係的 是的 反而是 為什麼呢 沒錯 即是反叛叛叛的人 就可能會是 吊轉來做 是的 沒錯 我喜歡做相反 是的 即是半叛叛 但是很多時候 你股市其實做相反是會贏的 因為通常多數的人是會錯的 是的 所以其實你是有獨立思考的人 是會比較容易在市場上贏錢的 如果你是只做一隻羊 通常都是肥湯 是的 所以 為什麼要自己想的就是這樣 沒錯 是的 也是可以體現到你的努力 是會有價值的 是 那我快點問問第三、第四題 剛才有很多觀眾問的 那就是怎樣吃糊 那怎樣吃糊 那之前呢 我自己就會靠直覺我是A的 賺夠就吃 因為我本金少 我就覺得是差不多賺一成 證果可能賺一成至十幾百分 我就懂得要轉 因為他經常都教貨餘輪轉 但是經常是因為這件事就錯了 最大的例子就是30000 是的 兩個多買的時候 現在是爆到上添花幅 那其實藝老師是否也是本B呢 可以這樣說的 就是如果你的本是極小 極小的意思就是十幾百分 我相信這裡應該沒有人有 OK 你是極小的話 我啊 你要博大吃一舖 吃一舖大的 你要博大吃一舖大的 OK 如果你說我已經去到舊水 你貨餘輪轉也沒有問題 OK 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其實是我自己的經驗 因為我試過 就是我最開波的時候幾倍 我試過是有一隻股票 是人兩倍 那忽然間一下子的倉就變成二十 哦 立即增大資本 是的 因為其實你開頭的時候 你要相信自己一件事就是 其實你選股票是不厲害的 一個新手選股票是不厲害的 讓你博大的話你要吃盡它 明白 讓你這麼幸運 博大一個機會你要吃盡它 OK 當然就是你說 之後你要看圖 即是它未必去到兩倍 可能一倍就收皮了 這樣 你要看圖走 是的 那我也是那一次 那你去到二十 是 那你就會很早跌 是的 因為你可以分散它 例如你可能分散兩至三隻 然後再去到五十一百 你再去慢慢分散 哦 其實你分散股票是增加你的風險 因為你本身的經驗不夠 是的 你是分散股票反而是增加了你的風險 是的 如果讓你博大一隻的話 盡量坐遠一點 是的 但是去到一百 如果你本身已經有些經驗了 那只聽別人說都可以收到一百 其實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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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位數 9位數都可以 由這個11月開始 我看到有這麼少觀眾已經存到首期了 是嗎 是的 那首期很正常 已經算是這樣 是的 以去年的市況加上今年1月份的市況 就絕對沒有問題 因為我中途自己有嘗試去B的 即是圖表決定 我會看RSI 可能去到八九十 那些我就會提自己要差不多吃下壺 是 但是又不是每次都行的 其實是 那看圖又是另一件事 即是加重了你的風險 你每個決定都是一個風險 是的 反而你有時候坐在那裡 愚蠢地坐在那裡 賣贏 是的 當然你也要看哪一隻 是的 是的 好 剛才也要去第四題 10000元的倉位 打錯字 買多少隻 10萬元倉位 是的 這個是三年前同一條問題 是的 我自己是絕對不過兩隻 是 當時是答我A的 是的 絕對不過兩隻 因為月分散就像剛才這樣說 越大風險 真的越大風險 還有你資本不夠的時候 一隻賺得那麼少 我們小編上年的倉是一個非常好的示範 嗯 100萬用得50萬 50萬還要分成十幾隻 是的 就算波中了幾隻 真的可能由200元以下買 阿里到他上了三百多元 我們沒有認識到 但是整個波幅我們都跑不贏 真的跑不贏 是的 其實我自己也是 甚至你說 即是我現在 其實去年的經驗 就是我有做過一個總結 其實我大約是去年的利益裏面 有70% 嗯 還是不知好像跨近80% 是來自三隻股票 哇 真是波中那三隻 就是波中那三隻 你坐得到 嗯 就是那三隻 反而新手都會更加考驗你的耐性 和持股能力 沒錯 但是偏偏我們是沒有什麼這件事 就是很違反心 是啊 是啊 越伸手就越緊張 然後就見到隔壁 不斷出又又不斷賺 你就很想跟上他 但是越來失敗的機會都會更加多 沒錯 另一件事就是手續費輸死你 當然你說現在有零用 是 我剛剛開波炒的時候 就是沒有零用這回事 是嗎 沒有零用的 我們現在開會到大部分零用 是啊 甚至現在我去炒 其實我這麼多帳戶 我都是要給用的 嗯 其實給擁有的情況上 是你會控制自己 不要亂下注 嗯 因為你下注是要付出代價 無論是贏還是輸 是的 所以你零用其實有時候是會 學壞走勢的 嗯 當然如果你運用得好的話 你會多贏一些 是的 但是對於我來說 其實零用就不是太過有 就是我不是太過重視這件事 嗯 因為如果是要贏的話 其實給那個擁佔很小 明白 嗯 好 那我們就我們的重頭戲 是的 大家等了這麼久 有1500人等 在等 謝謝大家的耐性 和期待 那我們就終於可以公佈我們的 某小篇的倉位 是 那麼 左邊那個就是港股的持倉 那就是萬多元 右邊那個呢 就大家自己計算有多少錢 我都拒罪了 第一條問題就想問 Cat姐有問題 為什麼一筆劍可以有這麼多錢 是 唉呀 差點發現她是誰 大家看看 大家猜一下 是呀 先打開手機 是呀 其實我自己 老實說 我自己都交了很多學費 是 也有五六位數字 交了學費 麻大一點給我一下 看看有個新小篇的倉位 究竟 是 是 她這樣的部署 會不會佈入我們的後層 就是太分散呢 其實她現在是領域的 我又覺得她選擇的股票質素都不差 可不可以繼續保持住呢 先講股 好呀 講股 我不知道原來她買了匯豐 是 買匯豐 她繼承了你的這本 整股五十九個多 應該是買了一排 買了一手 是 那這些都是假裝來的 我那些真的變成假裝 對 真的不知道咬到何時 夠嗎 可以的 好呀 其實講股不是重點 我待會會講美股 美股才是重點 然後9600那些 剛才已經答了 沒錯 那我不說 富士康 富士康都算不錯 一元這些位置買 是 但是拼了上去過四沒有吃也好 是 那下來是一個兩號四 其實還有一些水位 是否差不多是時候要吃 還是可以繼續保持著呢 就是這些中間的動盪要怎樣看呢 這些 即2038這些 你給我 如果我是 即是倉位上是這樣去做的話 一定是吃的 嗯 一定是吃的 你上到去 她打回頭便吃 但是她過四錯了 通常呢 我們省戶或者老省 最喜歡就是一個想法 我要坐上去才吃 這個是我個人認為是非常錯誤的 是 因為你錯了 你只要承擔你的後果 你未必有機會坐得上去 是 當然了 坐得上去你10號才可以加住 嗯 是的 反過來就是有很多人 是 上去過四落回來一個二號半 嗯 然後她就會說 可不可以上去一個三號半 是 或者一個三號八 就是 總之就是靠近她之前的高位 嗯 其實如果能上去那些位 通常就會破的 嗯 如果能上去的話 10號才可以加住 不是減住的 所以那些人就是手勢錯了 嗯 即是她有動力推得上去的話 吃得上去之前的貨的話 就即是有本事再上 是 是 反過來就應該要加 所以你為防自己會出現這些低級錯誤 我覺得你下來就吃掉 好 是的 簡簡單單收拾千多元便可以 一股她應該有開湖送的 回豐酒 一股 對 送的時候是送騰訊和回豐 那可以 這些不用理會 是的 是的 有她放在這裡 好 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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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安都買得多 其實是 以她的倉位而言 是 38個多 買了200股 38個多 是的 炒上落 我又覺得 是的 即是還不可以中場線這樣做 我想42左右 也是 42左右 你先看 因為其實我都是這樣回答 即是經常都補天氣 他都經常都上過四字頭 沒錯 是的 好的 好 接著 講股講完 講美股 美股才見 美股 哇 真的 這位小編是炒美股的 炒美股出生 隱藏的小編富豪 沒錯 下次要拍她做美股 因為平時聽她的節目說 下落下去只有一隻 沒錯 我們大家都以為她只有一隻 是的 我以為她只認識一隻 是的 誰知道 原來她認識900多隻 默默地也是這樣 是的 真的厲害 B字頭 哈哈 B字頭 哈哈 美股才是重點 你看到有倉位 握著 正在贏38% 很壞 不過她是 原來是贏什麼 原來也是跟 契媽賺食的 嗯 沒錯 她說這隻更厲害 然後 檸檬的那些 炒 對 炒波幅 我覺得這隻是難炒的 是的 我自己就 買了一點點 都是坐的 是的 也 有賺 但又不算很多 因為這些 你預料她 即是 睡前是升10個 起床可以跌10個 是的 我通常買很少 嗯 那麼多ARK的位置 是的 是的 但其實ARK的位置也不錯 是的 可以了 其實我覺得你組合起來 即會不會太散了 是的 即ServiceNow和OKTA那些 可以配合起來 嗯 可能會散了一些 是的 1 2 3 4 5 6 7 8 9隻 9隻就 多一些 美股現在要不要太陽流強 要 嗯 可以太分 是的 而且SAS今天是要選擇的 是的 是一定要 即是 精打細算去買 絕對不能 我說去年是每一隻都升 只是炒概念 是的 最廢的那隻SAS 都已經衝上去 沒錯 即是最廢的那隻SAS 都可能被人收購了 是的 那今年就真的要選擇 我覺得LAZR比較好 那這隻 等一下 是的 頭兩隻你混合了它 或是頭三隻 甚至乎你頭三隻混合了它便可 嗯 是的 那麼Farsley也是 穿位便剪 是的 Thomas的位置是80元 80元 是的 不穿80元便有它 是的 頭三隻你混合了它 去選一隻 我覺得其實是可以 頭三隻混合了它 去選一隻 穩陣的 哦 是的 那會再好些 再穩定些 即反而不是這三隻選一隻 是的 再選其他 不是 我反而覺得是可以 即甚至乎你說 喂 我走去 分住一股一股去買Tesla 嗯 都好過 拿著這三隻 Tesla 嗯 即Unity 是多人說的 不過我自己就不太熟 是的 所以我寧願買一些自己認識的東西 是的 買一些認識的東西是很重要的 好 那就分享到這裏 大家都應該都猜到是誰了 其實小編們公開的倉位 好像三年前的我那樣 其實都有一定的勇氣 即是很赤裸地攤給大家去評判我們 但其實我們也是想有一個很好的目的 就是希望大家有一個版給你看 最直接 最坦白 那樣 藝術的分析大家就可以從中去學習 那大家都可以繼續幫助這位小編 看看他接下來三年後會不會又是另一個 不同的版本 可能到時候已經泵白五倍都未定 五倍那麼少 五倍已經少了 三年 是的 四年可以三百倍 嘩 今天是藝術 希望他做了第二個藝術 是吧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小編的工作 除了真的做主持之外 亦都可以希望 真的醜藝 亦都希望給大家一個很好的示範 我們亦都正在成長 學習 就是這樣 好好的總結 是吧 對 對 星期三都會有一個驚喜給大家 今天的節目亦都跟星期三的一個 活動有關 大家記住留意我們星期三至星期五的Tasty World 多謝收看Tasty Money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按鈴鐺 亦都可以在下面留下你們的留言給我們 還有上網Facebook和IG 關注我們最新的消息 Tasty Money 我們下條片見